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们来到最后的时段,这个时段是互动的,大家记得多些问题了,其实看到有些新面孔和一些比较上继续支持我们的旧面孔都是欢迎的,比如说Niami方面,看到她说可能明天也有空来报名,当然欢迎了,也都是她问我3月怎样看呢,其实我也要买一下关子,明天才回答 为什么呢?其实我自己也希望不要这么快自己定了立场,随着市况变动是更进的做法,所以是一段一段时间去配合自己的看法 当然,如果能够预早知道,那当然最好了,但我自己也会明天分享一些心法,可以帮大家如何去触语的 好了,看到Angela Fung的新面孔来说,问705前景怎么看呢,立刻和她打开图先了 现在打开了一个705的图,先跟她分享一下,因为本身这些股票我没有跟开那个基础因素,所以就纯粹图表是跟她分享一下我的看法的 现在你看到这个图表是日线一年图,相当低迷的,打横行了很久,整个四个月到现在都差不多一年了,都是说很窄幅 三毫至四毫七到,在这方面这个图,其实我自己喜欢一些图表是横行很久的,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些拔河比赛,双方面大家很沉耻一边拉一边扯,其实最后如果力度均衡可能僵持不下,就是现在说的局面了 但是如果突然间爆了上去,或者插下来,很明显就是一面有人一面赢了,所以这些图表里面,比较上可堪信赖的做法 所以现在来说,它打横行了这么久,其实是已经初步符合了,即时可能会不出现到一些结果 但是往往很快就知道结果,所以怎么看这些股票呢?其实真的看它爆了哪一边 好像回答了等于没有回答,但是由于它的四月到现在都成年了,去年四月 变成了可靠程度,是大于你们想像之中的,所以这方面要注意这个图表上面,暂时很难判断到它在哪一边 但是正正由于这样,它爆了哪一边,去追回哪一边,通常就是事半功倍的 而且我不知道它是由于所谓的产能改善会不会好了,所以这方面很难判断它真正背后的真正升或者跌的因素 那正是第二个人问几次回答,是Kelley是不是? 就是问是汇控好,还是恒生好的? 今天来说,正在今天来说,都看了汇控是由那日开始公布业绩那日,85元跌至79元 而恆生很明顯是做好很多 我自己這樣看,恆生是因為 比較亞洲或新興市場這方面 是做得好一點的,業務方面 而匯控最大的問題當然是所謂的回購問題 大家都留意到最新的業績是沒有提再有回購的 大家知道如果一間公司回購 它是會註銷那些股票的 所以令到每股盈利是有所幫助 但是匯控有人這樣看 即是說有潛在的利好因素 因為它沒有說不回購 我聽完也很好笑 它沒有說不回購也有潛在向下的因素 所以有些人剩下之後 它可以不自圓其說到這個程度 由於它沒有說也可以當是潛在的利好因素 這個真是我親意聽到 但是最主要大家不要忽略 匯控由於要出一些所謂的優先股 它優先股出的時候 就不能在同一時候再回購 所以不要說的就是在八月前 是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 是不能回購 所以在這段時間它低迷 你不要靠回購 是靠其他或者托著恒指 或者其他因素 所以不要想著所謂的潛在利好因素 但是恒生就不需要靠回購 自己本身的業績都是不錯的 所以說回購也要提一提提外話 在美國方面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靠回購 大家也知道 譬如IBM業績很差 它都是靠回購頂住 但是曾幾何時 連Wallem Buffett 都已經沽了 差不多一股不留 變成了它很少碰科技 最後都忍不住進入IBM 以為它看通 最後都是輸錢收場 即是說如果一隻股票 單單是靠回購 又不做任何實質的事情 其實某程度上去到臨界點 都會撤出來 這個要注意 還有在最新有一個美國研究 一月、三月、六月、九月 往往是表現好一點的事 原來就是因為回購 但是反過來 在一月以前在十二月的時候 公佈業績前的 有一個所謂黑暗期期 就不可以作回購 所以在一月已經過了黑暗期期 就拼命回購 反過來 所以三月的時候 就有機會 在美國說 三月有機會 過了現在這個業績高峰期的 三月底 就是黑暗期期期 所以我覺得三月初 初步 回答Niami的問題 明天會詳細討論 先見低後見高點 我覺得三月份 再要回答Mai Chen 新的會員 我都要 待會收了市 之後 跟他進入會員 WhatsApp 以及WeChat WeChat Group Chak Man Tang 都是新的會員 多謝參與這個所謂大家庭 大家都是為了撿錢 賺錢 所以大家 眾之成成 是在一起的 並肩作戰 Mai Chen 就說 反向ETF 例如7300有什麼風險 其實任何的建生工具 的風險 通常都是幾樣的 譬如成交少 當你買入的時候 你不可以走出來 當你要套現的時候 你要跳價走 有market maker來說 都會令你走得掉 但是香港的所謂反向ETF 其實第一 證監會就受了所謂雷曼事件 因為當時 大家知道雷曼事件 大部分都是銀行方面 推銷一些理財產品 但是推銷的人 又找一些Teller 不是很有經驗的 是唱得很好 到了逆轉的時候 就變成了證監會 出來說 其實不關我們事 我們的所謂經紀 都是很專業的 但是銀行方面 由HKMA監管 不關他事 說了很多這些什麼 最後政府都會認為 大家都有關係 大家都要負責任 所以證監會 經歷過這些事情 寧可保守 都不肯在衍生產品工具裡 保守一點 都不肯進取 變成香港的所謂逆向ETF 只有一倍 即兩倍 最多是兩倍 一倍還是兩倍 總之不會多過兩倍 在美國方面 是先進很多的 譬如說 你有一隻ETF 其實香港不是每隻ETF 買上的都可以沽空 美國就可以 所以變成 如果某隻ETF 炒到過了浪 你就可以沽空 大家知道 沽空可以幫助成交 以及找一個所謂價格發言的功能 往往是好處 香港由於反向的ETF 市場上升級時去做 當然是被人欺負 這跟其他所有衍生產品都一樣的風險 但是最大的風險就是 當你想走的時候 你走不掉 但是譬如其權 或者甚至牛紅症都比較活躍 你容易走得掉 此其一 以及你是被人限制了你的利潤 因為你最多是一倍兩倍 所以這些就要注意 Irene姐 Irene姐 小姐 就問921 就跟她看一下921的圖 不好意思 圖還未出現 已經凝固了 好 順便休息一下 我們先喝一口水 海信科龍 這個所謂家電 這個圖 大家給大家看看 這個日線的一連圖 其實就是 在這裡來講 如果這個是X的話 就會出現了ABC 現在這個C浪 其實再抽上去 我就不太喜歡 這個反彈浪 因為成交是相當少的 所以 亦都配合過大市 不排除 可能有多隻腳出來 穿回8.56 才會再上去 為什麼呢 我看到這裡有一個三頂 之後 再出現這個雙頂 整體都是在撞頸線之外 就有個B浪反彈 但是這些B浪出現 通常會跟回C浪 才可以調整完畢 這就是最殘酷的表現 現在來說 如果你有貨 我自己覺得 趁上20天平均線 這些位置 不妨計算 寧願有蝕 沒有所謂 留下一些彈藥 再換另一隻 因為現在 其實很多的 所謂家電股 那個補貼 已經是 沒有以前那麼進取 甚至乎沒有了 所以在這方面 要注意 整個形勢 要逆轉了 暫時這隻股票 我都覺得 還未能進入 還未把所有的貨物 雖然它已經經歷了很多次 但是它不斷的頂部向下移 底部就做了所謂三底 然後才彈 那麼 那麼 在William PercentR 都看到 上到負二十的話 其實很接近 是超賣的 那麼 四個字 都是 我不起闊 Kelvin Yu 問1357 尾圖怎麼看 好 我再跟他看看 現在的所謂軟件技術 包括那些 face recognition 那些 其實大家都知道 最新有個研究 那些電話軟件也好 什麼都好 認到你的樣子 就開到機 那些 都很多漏洞 因為原來 黑皮膚一點 出現錯的 成數很大 甚至乎 大部分都是男性 加上 是白人多 所以令到 白皮膚的 出錯率是小 而少些 黑皮膚的 出錯率是高 所以其實 簡單地說一句 很多這些技術 未完善 以及競爭多 美圖方面 也曾經試過 可以令到 一些 相片好多 女士 就催之陽目 但是 現在來說 越來越多這些軟件 加上這些股票 其實是妖股來的 大家記得 二十三元 跌到下去 是八個二十多 其實真的很殘酷 現在來說 它在技術上 仍然在說 兩個頂 三個頂 這裡 正在走頸線 跟剛才那個 有些大同小異 就是有個 B落反彈 但是 又被一條 二十天線頂住 所以我覺得 其實就等於 怎麼說呢 是糖水滾糖魚 四個人打麻將 如果大家都不出去 找工作 去做 贏了也沒有用 因為四個人都 贏了那些都是爭數 因為輸了那些 沒有錢給 現在有少許 情況了 有些 就是妖股抽到二十三元的時候 很多 春光鴨 就獲利了 現在就有糖水滾糖魚的味道 所以 我不覺得這些股票 值得 現在在這段時間 吸納 還有大家也要留意到 最新的情況 很多時候都是在大價股 領先 當然 我遲些會再跟你分析 為何大價股會好 講開大價股 就是有錢人 問三八八出業職 業職看後會怎樣看 三八八 港交所的成交 大家看到 早前是很好的 最近 回落了 例如今天 一千億都不夠 但仍然是頂得住 最主要的理由 就是因為 都在憧憬 未來多事之秋 因為大家知道 三月初 有意大利大選 接著 九月的時候 很可能 歐洲央行 都會加緊 那個銀行 不要說美國方面 中期選舉 很多因素 都是對港股影響很大 所以 港交所來到這一刻 我覺得 可以考慮一下 進入 為什麼呢 第一 它升穿了二十天線 升穿了 跟剛才我們看的 妖股很明顯 妖股來說 多數都是彈到二十天線 就頂住 但是它這次明顯 就超越了 所以它不覺得二十天線 是它現在需要注意的東西 還有 這個負二十的 百分之都上去了 一般來說 都還可以繼續上很久 例如 這裡 停留了相當久的時間 所以 雖然上到負二十 都不用擔心 它說不會再上 整體來說 這個港交所 暫時來說 我都覺得 是 適逢低吸納的股票之一 明天我會詳細和大家討論 這些股票 但目前來說 有貨不如繼續保持 沒有的 暫時來說 可以趁它每一次回套 例如 都是一直支持我們直播的 整個屬客 阻力小泰 其實這隻股票我真的 按錯了 我看686 華泰證券 證券股其實有幾樣情況 有些是做投行的 其實吃的肉不大 但如果有些是說做證券的 因為很多大媽的錢下來 反而有得益 我覺得華泰兩樣都有 所以 在這方面 我看到它現在這樣的局面 現在這裡有一個裂口位 20天線頂住 但是 要注意一件事 它一個 不是這條不是20天線 這條線 20天線是正向下的 但這個正向下 就不是今天開始 它不斷彎下來 但都沒有對它反彈的影響 其實大家都憧憬 它最壞的時候過去 還有最好喜歡 就是一個U字 是升破了80 負80 還有一段時間還未到負20的時候 它有一定程度的空間 我自己會看 它應該是補特的裂口 到17.6 才會再奇形整固 所以現在暫時可以考慮 是進入的 暫時進入的時候 不要緊 今天回答你358 光西銅 其實今天來講 都看到有反彈的 因為一來都反映著 所謂Dr.Copper 反映著歐美的經濟都很好 以及所謂 那些產能過剩的情況 都改善了 那些產能過剩的 其實今早 我做了一個 體圖的真銅 我都曾經想過 是用358還是黃金股 但是我覺得 黃金股的走勢好些 358很多時候 怎樣說 358的裝 我覺得有點孤寒 所以往往抽了上來 又要先印一下你 這個情況之下 有這樣的考慮點 就是說 它搓了你出來 先升 很多時候 左一巴右一巴 是難搞的 但是整體來說 要持久一點 這隻股票 因為很明顯 歐洲方面 都是復甦 還有大家可以留意到 在內地方面 需求的銅越來越大 講回內地 也要提一下 譬如最近的去產能 譬如今天 煤炭股也動 但是電股就下跌 反過來 煤炭股就飆升 很明顯 就對發電的成本 有影響 但是奇怪地 煤炭股的人 去產能做得好 就收錢收到少 而電股的那些 就哭得厚 所以 不可能 就是一部通書 看到腦 就是要在內面看看 同學來說 我覺得它的需求是好的 開始有些人 會做一些存貨的 所以 整體來說 這個股票的基礎因素 可以 技術層面 一個V字 這樣形成 上去 以及 %R 都見到 升勢有如未盡 還可以考慮 上去 至少 都可以看回 13.3 這個大音竹的中間位 現在是12.8 如果它跌穿 12元便會離開 主要是這樣 另外一個我不會説 你的名字 Moto Moto 是西班牙文還是法 我真的不懂 我會看一看 1.35 讓大家看看 崑潤能源 其實就是 在石油方面 以及在燃氣方面 都是一種比較大價 即是大價的股 以及最近 有些異動 但是 到了這裏 其實它是一些反覆 在20天線前 它有反覆 在動力方面 就看到 它一直跌下來 還有 這個有少少 就是 大型的 塔形頂 是來到這個右肩 擔心它軟化成 這個頭肩頂 所以 我不是這麼看好 它這個股票的走勢 基礎因素來說 也要看看 其實 油價方面的走勢 升幅 油價方面 美元和弱 其實有一定程度的 空位走勢 加上那些所謂 減產 減產能協議 但是 我仍然覺得 他們所謂 減產裏面的協議 都有國懷鬼胎的傾向 所以 不要盡信它 講到這裏 都 overrun了少少 不好意思 多謝大家收看 下個星期五 和大家在這裏 醒股無雙再見 待會我們在MIHK的台 都會重播這個節目 如果遲來了 想收睇回 都可以 四點半 在MIHK的台 多謝大家收看 新年快樂 請給我 過去 下個星期五 在哪一會 總之 不肯 見到 非常